党主席的补选的选务是我代理党主席最重要的工作 那在这之前我也会无缝接轨 把一些我们党务的工作 以及补选的工作持续的来推动 那我们也预计在1月中就完成这个主席的选举 所以我当代理主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公正办理选务 能够尽数来产生我们下一任的补选的党主席 台北市立委补选 那个状况虽然我现在比较生疏都在高雄 但是我大概了解说这个人选 可能的人选他们的意愿跟整体的状况 晚上就会有人选出来 这个补选现在党内有认为说 避免就是大家在撕裂感情 应该要各派系大家协调出一个人选 这是一个方向吗 谢谢 选举不会撕裂感情 这个会更好 不过民主即使 不管程序怎么样 到最后就是党员投票 这个人选假如不好 党员不会支持 那我是这个办选务的人 讲这样应该听得懂了 你刚才有提到公正办理选务 所以我们蛮好奇的说 你是你自己可不可能登记参选 我这样还听不懂 听不懂还是等你讲出来 我比较喜欢直接一点 不会 因为我市政很忙 还是在高雄的时间比较多 抱歉 感谢所有的选民 在这一次给我们反省的机会 我们会深刻的检讨 谦虚的面对民意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